大家好,我是侃侃有余的主播。在我开始之前,记得订阅本频道,打开小铃铛。这样我发表新内容时,你才能获得最新的节目通知。 苹果公司近日一场,名为来世迅猛ScaryFast的产品发表会,正式发表了最新的M3系列处理器。这也业界首款采用300米工艺制造的个人计算机晶片,也是台积电代工的面向消费及高效能运算HPC的第一款产品。 M3系列晶片,配备了下一代GPU,代表了苹果晶片绘图架构,史上最大的飞跃。不仅速度更快,能效更高,并且还引入了称之为动态快取的新技术。同时,首次为Mac带来了硬体加速光线追踪和网格着色等新渲染功能。渲染速度现在比M1系列晶片快2.5倍。 M3系列晶片当中的CPU效能核心和效率核心,也分别比M1中的核心快30%和50%,神经引擎比M1系列晶片中的神经引擎快60%。 而且,新的媒体引擎现在支援AV1解码,通过流媒体服务提供更高效、高质量的影片体验。 苹果称,M3系列晶片延续了苹果晶片的巨大创新步伐,为新款MacBook Pro和iMac带来了大量增强功能和新功能。 全新的M3系列晶片,重点则是基于台积电台积电三奈米制程工艺制造,也是台积电大规模量产的第二款三奈米N3节点晶片,以及业界首款基于三奈米工艺的计算机晶片。 根据台积电官方的数据,其第一代的N3制程对比第一代的N5,同等功耗下效能提升10%至15%,同等效能功耗降低25%至30%,逻辑密度达提升了70%,SRAM密度提升了20%,模拟密度提升了10%, 苹果M3系列晶片,全线升级了新一代的GPU。 与传统GPU不同,它具有动态快取功能,可以实时分配硬体中本地记忆体的使用。 通过动态快取,每个任务仅使用所需的确切的记忆体量。 苹果称,这是业界首创,对开发人员透明,也是新GPU架构的基石。 它显着提高了GPU的平均利用率,从而显着提高了最苛刻的专业应用程式和游戏的效能。 借助M3系列晶片的GPU所带来的提升,硬体加速光线追踪首次出现在Mac上。 光线追踪对光与场景交互时的属性进行建模,使应用程式能够创建极其逼真且物理精确的影响。 再加上新的绘图架构,专业应用程式的速度可达M1系列晶片的2.5倍。 游戏开发人员可以使用光线追踪来获得更准确的阴影和反射,从而创建深度沉浸式环境。 大容量的同一记忆体架构是苹果M系列晶片的特色。 全新的M3系列中的每个晶片都采用同一的记忆体架构, 这可提供高频宽、低试炎和出色的功耗表现。 在客制化封装内拥有大容量的单个记忆体池,意味着晶片中的所有技术都可以访问相同的数据。 而无需在多个记忆体池之间进行复制,从而进一步提高效能和效率, 并减少大多数系统所需的记忆体量的任务。 仔细解析这次的新品,首先,入门款M3拥有250亿个电晶构, 比M2多了50亿个,提升了25%。 M3拥有8核CPU,包括4个效能核心和4个效率核心,CPU效能比M1快35%。 苹果并未公布M3的主频,但M2的最大主频可达3.5G左右, 因此预计M3会大幅超过该值。 苹果声称M3晶片比M1晶片快35%,苹果M2比M1快约18%,因此实际上相对于M3的效能提升可能不到20%。 M3同样将最大配备24G统一记忆体,与前代的M2一样。 M3与M2相比,最大的提升还是在于其集成了下一代架构的10核GPU, 具有硬体加速光线追踪、网格着色以及动态快取功能的晶片。 动态快取可以更好地允许GPU更有效地分配记忆体。 后一种技术应该可以大大提高游戏和3D渲染等GPU密集型任务的记忆体效能。 苹果宣称,M3的绘图效能比M1快65%,得益于新一代GPU的加持,运行像神秘岛这样的游戏,可以拥有极其真实的光照、阴影和反射。 M3 Pro则拥有370一个电晶体,相比前代的M2 Pro的400亿颗竟然还少了30亿颗,CPU核心数量依然是12核心,包括6个效能核心和6个效率核心。 据苹果的说法,M3 Pro的单核效能将比Apple M1 Pro高出30%,同样,M3 Pro也采用了新一代GPU内核,并且拥有高达18个核心,在处理绘图密集型任务时可提供极快的效能。 苹果称,M3 Pro的GPU效能比M1 Pro快40%,在统一记忆体方面,M3 Pro最高支援36G。 比M2 Pro多了4G,使用户能够在外出时在MacBook Pro上处理更大的项目。 得益于整体效能的提升,在新款MacBook Pro上使用M3 Pro,在Adobe Photoshop中拼接和处理大量全景照片等操作比以往更快。 旗舰款M3 Max拥有921个电晶体,相比M2 Max的670个电晶体提升了37.3%。 M3 Max的CPU核心的数量也提升到了16核心。 M2 Max是12核心,拥有12个效能核心和4个效率核心。 GPU核心数量也提升到40核心。 苹果表示,M3 Max的CPU效能比M1 Max快了80%,GPU效能将比M1 Max快了50%。 M3 Max还支援最高128G统一记忆体,比M2 Max多了32G,使AI开发人员能够使用具有数十亿参数的Transformer模型。 另外,借助两个ProRes引擎,无论使用DaVinci Resolve,Adobe Premiere Pro,还是Final Cut Pro,M3 Max都可以快速,流畅地处理最高解析度内容的影片,后期制作工作。 苹果称,M3 Max专为需要MacBook Pro的最高效能,以及专业笔电行业领先的电池寿命的专业人士而设计。 总体来看,Apple Silicon彻底重新定义了Mac体验。 其架构的每个方面都是为了效能和能效而设计的。 苹果公司硬体技术高级副总裁Johnny Sruge表示, 凭借300米技术,下一代GPU架构,更高效能的CPU,更快的神经引擎,以及对更统一记忆体的支援,M3,M3 Pro和M3 Max将是迄今为止为个人电脑打造的最先进的晶片。 当然,这里台积电的功劳自然是最大的。 那么,本期影片到这里就结束了。 感谢你的观看,期盼能与你产生共鸣。 侃侃而谈,库论有余。 最后,请你点赞,订阅。 这是对本频道最大的支援了。 谢谢。 谢谢。